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作为一个怨陪的妻子 当时我的心能多年了 知道不知道 他老公说的 他老公会亲我 但是他 他说他会扶着 很多次的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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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我以后不再跟他联系 我以后就是断了 断断续续的 我又发现他俩在一起 现在小张决心要和丈夫离婚 但是好长时间都联系不到丈夫 半个月前就是过了年出发上本 到现在他把我的电话拉黑了 一直都联系不上 今天街头偶然遇到破坏自己家庭的闺蜜 小张就想问个明白 本来要通过小丝已经联系到丈夫 但没想到丈夫却一再逃避 记者也尝试联系小张的丈夫 可始终没有结果 不过小孙这次表示 自己也被骗了 他以后再不和小张的丈夫 未战争联系了 我现在我不想再走下去了 没两个走下去了 走下去永远都撤不清 我的态度就是给他理 而对于要离婚的主张 律师说小张可以通过协商 或者起诉的方式进行 不管何种方式 因为他的丈夫未战争有外遇在先 所以小张婚内的债务和财产 在离婚分割时都会有法律支持的优势 在这个婚姻破裂导致的原因 是由男方造成的 对于这种行为 法律上包括道德上应以谴责 女方的损害 可以在提起婚姻诉讼的时候 要求对方进一个损害赔偿 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 发生的债务相应的应多分 而对方应于小分 这里也希望未战争尽快出面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要让两个女人再受更大的伤害